当年初三睡到自然醒 加上封面通货 强冷空气南下 这湿湿冷冷的天气 让人更想窝在棉被里 不过当春节廉价进入后半段 还是有不少人把握 这难得长假 出门踏青 光是国道全线交通量 截至3号下午3点 已经来到64百万车公里 那高工举日估 今天全日的交通量 会是140百万车公里 那我们看到国五交通量的部分 从下午截至下午3点为止 国五北向雪碎的通过量 大约为2万300辆次 那相较于去年同期呢 是大概减少了4% 画面中完整车体 已被撞成碎片 多名警力前往救援 这是发生在3号下午2点07分 行经国道1号 南向内力出口扎道 一辆白色自小客车 因不明原因高速撞上耗质感 驾驶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但也造成扎道车流大回堵 然而雨天状况多 不止这起交通事故 中部国道也出现零星追撞意外 国六东向国性路段的时候 在下午2点有发生一起事故 这起事故已经在2点10分左右排除 车流已经逐渐疏解 那至于在今天的下午3点左右 也有国一南向台中系统附近 也有一个多车追撞的事故 然后事故已经排除了 然后车流目前也在疏解当中 高工局再三提醒用路人 天宇路华视线不佳 务必保持安全车距 并且注意车前状况 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至于大年初四着重在北返车流 尤其国一北向苗栗至湖口路段 预估将从下午3点一路塞到深夜清晨 宜兰北返车潮也会从4号早上9点开始 出现拥塞回堵的情况 呼吁民众及早上路避开拥塞路段 或者利用替代道路 取代国道路段 避免美好假期塞在车阵当中 原始新闻 就算我们迪布鲁禄万青北泰山 采访报道